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李奥迪 那今天呢我们来带大家打卡一家非常有特色的民宿 那透过镜头呢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啊 可谓是古树流水小桥人家 既有这个古朴典雅的原生态 又有统一规划的一个现代的气息 那这里啊就是庙荒村 那我们今天要打卡的这家民宿啊就在这里 它的名字就叫做皇后镇邂后驿站 这个名字是不是非常的浪漫呢 那我们今天将在这里邂逅到哪些人 邂逅到哪一些故事呢 我们一起来一场美丽的邂逅 那在邂逅我们驿站的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来邂逅今天的第一个朋友 那就是我邀请的我们的民宿体验官小韩 那我们邀请小韩 哈喽哈喽你好 哈喽哈喽大家好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小韩 我是邻州本地人啊 在这里呢我是从事了形体模特行业 当然呢很荣幸主持人可以邀请我 作为这次的民宿体验官 对对对真的很开心啊 平时喜欢旅游吗 喜欢因为我会经常跟朋友没事的时候 我们会去外地打卡 然后去一些比较环境好一点呀 有自己特色的一些民宿 然后我们去那玩一玩 那我们去外地的多 其实我们本地就有很多特别好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是的因为随着这几年呢 你看这是我的家乡吧 因为会有很多外来的 我比如说朋友也好 就是其他的打卡人员来好呢 就是过来打卡我们的民宿 其实是这一块我们这边坐的 我本人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是因为外地的来我们这儿的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觉得是不是更应该支持家乡的这个发展 是的 那今天作为民宿体验官 你这会心情怎么样 我这会真的很激动 因为这个门头对我来说 真的是我第一次见啊 在家乡本地人第一次见 而且这种环境的还有这种特色的 还是我第一次去体验 所以说很激动 这个小韩虽然是本地人啊 但是并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对对对 也没有来过这家民宿 第一次打开 那我们就一起进去看一看 看这个地方符不符合你心中的这个 对民宿的一个期待 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来大家一起 感谢观看